我们去吃饭了 中午时间街坊巷弄内 老邻居热情打招呼 相约到食堂吃午餐 对81岁的孙淑华来说 是他每天最开心的时光 因为我一个人住 所以很多地方怕不安全 尤其自己煮饭怕没有关火 所以我就来这个食堂 看到大家一起吃也吃得很快乐 同样来到花甲食堂 享受共餐服务的长者 还有74岁的张雄珍 现在我们熬女都在外地工作 平常就只有我们夫妻两人 感觉就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要参加这个花甲食堂 跟朋友在一起比较快乐 因为社会变迁 嘉义市许多家庭只剩下老人家 远在他乡的子女 不但无法陪伴长者 更难照料他们的饮食三餐 现在的年轻人都为了 在经济都外出 家里都身家的老人家 一个人都随便吃一吃 透过我们这个社区共餐 来参与我们社区 有那个营养师来调配 让他吃得新鲜 吃得安心 吃得健康 嘉义市政府运用工艺彩券的 盈余补助 已经开办了八间花甲食堂 嘉义市政府自107年以来 利用工艺彩券的盈余 开办了我们 我们所有彩券购买人 因为您的爱心 让我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不要少看您手中的彩券 其实都有部分盈余 分配到各县市政府的社福单位 不只让老友所养 也能回馈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东西台新闻周仪丽 杨俊维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